这190亿美元分为两部分 其中160亿作为直接现金补贴发给农民 另外30亿是国家采买 包括每个月分别花1亿美元 在奶制品、肉类和蔬果上 通过分销渠道送给食物银行、社区 和基于信仰的组织及其他非盈利组织 美国目前的确诊人数超过72万 死亡38000多人 虽然疫情较严重的纽约市 新奥兰多、底特律的确诊和入院率都在下降 但情况仍不容乐观 与欧洲国家的情况类似 美国疫情在高位放缓 美国也将逐渐放宽居家防疫等措施 这取决于各州州长的决定 联邦政府则是给出具体的指导建议和协助 川普表示他希望能够恢复大型竞选集会活动 新唐人记者李兰综合报道 不办法 情人书